整件事情完全合法 完全没有问题 都是有心人放话来造谣 我们也会提出最严厉的法律 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气坏了 就是因为一段因党流出 让新光金和台新金合并案 爆出内鬼风波 最主要是你支援吴东 我们这几家公司加起来的部分 应该可以开 根据静州看报道 台北地检署接获检止 指新光金董事会被吴东亮渗透 才会接受台新金开出 比中信金更差的条件合并 恐怕吴东亮和彭水芬夫妇 以实质控制台新金和新光金 违反金金分离原则 因党中吴东亮疑似承认 新光金四席董事是由他指派 然而如果是真的 不仅是假合议合并 还涉及背信等罪 北检则回应已收受告发状 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确实英党是假的吗 英党是被盗路着 这个魏总解决 这些都是 而吴东亮澄清 英党是很多会议的内容 根本不应该录音 是盗路 新光金董事长魏宝生 则不予回应 而新光金也发重讯表示 董事选任相关作业都依法合规 并没有违反金金分离原则 对营运也没重大影响 台新金声明指出 并没违反金金分离规定 新光金大股东 新盛和新光实业也重申 和金金分离的行政监管 完全无设 也谴责有人阻挠 进行中的并购案 风波越烧越大 谁是谁非 还要等北检正办 TVBS新闻 叫汉文刘一轩 采访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